马来西亚市场的 E-Segment 并不多 所以消费者的选择有限 而当中 E-Segment 的绝对王者 应该就是我身边这款 E-Class 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款全新的 E300 AMG Lite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如果你喜欢这款车的话 那么今天的影片记得不要错过哦 在外观设计部分 这个小改款的 E-Class 改变了之前的家族设计 之前的家族设计从 C-Class E-Class 到 X-Class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这一次小改款的 E-Class 非常的有辨识度 你可以看到非常圆润的这个头灯组 还有这个 AMG Lite 这个猩猩的水箱护罩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头灯组具备了 Maudibin 的功能 如果是普通版本的话 它只是 LED 头灯组而已 Maudibin 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头灯组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遮蔽部分的 LED 灯源 来减少你对对象来车的干扰 因此这个是关于安全性的部分 另外这个头灯组在国外其实是要选配的 但是在马来西亚市场则是全车系标配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车尾 这一次 E-Class 小改款的这个尾灯组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地方 虽然说小改款前也很好看 但是这个小改款后我觉得更为优雅 更符合这个 E-Class 的定义味 实际上这个尾灯设计我个人也觉得非常适合年轻人 因为之前的 E-Class 就是那种成功人士开了车的感觉 可是这个我觉得我这样的年纪开这辆车其实也蛮适合的 你说对不对 而且重点是这个尾灯组的 LED 灯源非常非常的精致 让它的这个视觉效果大大的提升 至于便利性方面 这个尾门呢 有电磁发开启加上电动尾门开启 如果你要放东西的话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只是这个尾箱呢 深度很够 但是这个平整性就稍微差一点比较浅 关闭的话 按一下它就关了 Mercedes-Benz 在它们的车型上面进行了一些调整 除了 A-Class B-Class CLA GLA GLP 等等 前驱平台的车款之外 剩下的车款已经没有了 250 车型 所以这一次马来西亚的 E-Class 只有两个车型分别是 E-200 还有 E-300 它们采用的都是 2.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但是在这个输出上面有不一样 以这个 E-300 AMG LINE 为例的话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258 HP 峰值扭力表现 370 Nm 匹配 9 速的 NIGI TRONIC 变速箱 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价位的车款里面 这一款车的变速箱挡位是最多的 然后在这个挡位的辅助下 它的 0 到 100 加速只需要 6.2 秒就可以完成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因为它的挡位多 如果你在高速公路巡航的话 它的转速是非常的低的 挡位可以让你实现神转速 除了引擎的噪音比较低之外 油耗表现也会非常的不错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轮圈的视觉效果很夸张 这个是为 AMG LINE 专属设计的轮圈 尺寸为 19 寸 而且因为它是后轮驱动的车款 所以采用的是前后配的设计 也就是说前面的轮胎尺寸 跟后面的轮胎尺寸是不一样的 虽然说这个视觉效果很夸张 但是它的设计灵感其实是来自 F1 而且它有空气力学的设计 对于加速表现是有帮助的 我个人其实蛮喜欢这个轮圈设计的 只是这个轮圈洗起来的时候应该是很麻烦 如果你是自己洗车的话 这个轮圈应该会造成一点困扰 内装部分 基本轮廓跟小改款前的 E-Class 是一样的 但是这一次它在一些细节上面进行了升级 好像这一个触屏主机尺寸还是一样的 12.3 寸 也是双联屏的设计 但是内建的系统升级成了跟 A-Class 一样的 MBUS 系统 也就是说它支援耳运控制 还有这个 Touch Pad 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重点是这一次它终于可以 Touch Screen 了 还有一点就是配备了这个顶级的音响 听觉效果非常非常的出色 不过我个人更喜欢的还是这个全新的方向盘设计 其实一开始看照片的时候觉得这个方向盘很稠 但是真正开起来握起来之后 你会觉得这个方向盘的手感真的很出色很细腻 而且上面采用的全部都是 Touch Pad 的设计 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而且如果你是 Mercedes-Benz 的车迷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方向盘的设计 其实是采用了经典的复古设计 因为最近流行复古嘛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氛围灯的设计 它让整体的质感上了一个单次 如果你是这款车的车主 不管你是司机还是你是乘客都好 你都可以享受到这个 Mercedes-Benz 非常非常出色的内装质感设计 不过呢 这一次这个 E-Class 还有一个升级的点就是 它竟然配备了这个主动式的定速寻常 这个是让我非常惊喜的地方 因为一般上目前的豪华品牌中 Mercedes-Benz 是比较少提供这种先进主动安全配备的 可是这一次 E-Class 上面终于有了 我个人觉得这些是蛮大的进步 这一次小改款的内装设计 其实还是非常的有水准 虽然说德系的对手在设计上面也非常下功夫 但是我个人觉得 Mercedes-Benz 在 这一方面还是比较出色的 你看不管是人体工学还是这个质感的设计 都会让你有一种冰至如归的感觉 给它一个赞 空间表现的部分 其实 E-Class 的后座并没有太出色 这个基本上都是后轮驱动车款的一个通并 不过我的身高大概是 180 亿左右 我坐在后座其实还算是舒适的 而且为了减低这个后座的这个空间压迫感 原厂在上面还设计了一个天窗 另外它有很多舒适的配备 例如说这个空调 一般上后座的冷气只是一个 Blower 打出风来对不对 可是这个它是三驱的温温空调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单独的调整温度 单独调整的风量 就算是后座乘客在大热天也不会热湿 而且左右的这个 B-Pillar 后面呢 它还有这个冷气的出风口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全面的 另外在下方还有一个 12 伏的电源供应 还有两个 Type-C 的插槽 可以让你为你的手机啊 iPad 或者甚至是电脑充电 另外在中央扶手也有两个 Type-C 而在最前面还有一个 Type-C 所以全车总共有五个 Type-C 接口 现在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 E300 的驾驶感受 我坐近这辆车 第一个感受就是它的隔音真的很安静 因为毕竟这辆车其实 应该可以算是一个比较豪华的行政房车 或者是家庭车 所以隔音是最重要的 但现在我行驶的路况就是 Buket G6 的这个 Highway 其实这里的路况没有很好 但是除了轮胎滚动的时候的一点点噪音之外 风声 防火墙 其他部分的割音 真的是非常的好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方向盘 这个方向盘真的很好抓 尤其是这个手感 我觉得因为我是男生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盘手感很好 如果是女生的话 手比较小的话抓这一个方向盘 我可能会觉得有点辛苦 但是给我的话我非常喜欢这个设定 然后第三点就是这个 2.0 的引擎 2.0 的涡轮增加引擎 没有48AV 没有任何的这个电动辅助的系统 但是它最大马力达到了258HP 风值扭力是370Nm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一踩油 你就可以获得很不错的加速表现 但是要讲的是这个变速箱稍微比较慵懒一点 懒惰一点 所以你在踩油的时候 你要它退档 它不会马上退档 它大概要人生思考一个 一秒左右它才会换档 这个是我觉得稍微美中不足的地方 然后这辆车的悬吊是真的舒服 但是也因为这样变成它在弯道的时候 它的侧倾会比较明显一点 如果你真的要拿这个E-Class 来和5 Series 比它的Handring 它会数 但是要比舒适性的话 5 Series 就完全不是它的对手 我觉得在E-Segment里面 可以跟它比舒适性的 应该只有这一个 E-X的 Lexus的E-X 在E-Class小改款之前 我觉得舒适性最好的E-Segment 是S90 然后E-Class小改款之后 它的舒适性也有进步 所以我觉得 现在能够跟E-X分停抗离的 只有这个E-Class的 总体而言 它真的是一辆动力很强 然后又很舒服的豪华行政房车 其实每一次试驾Mercedes-Benz的车款呢 我的结论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 Benzi 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Benzi 虽然说它的外观设计 变得更年轻 更时尚 更优雅 但是骨子里 它还是那个我们熟悉的奔驰 舒适度 有内装质感 有 引擎动力 也有 所以它的package 它的整个配套 基本上是很全面的 如果你说它的操控表现 真的要跟5系列比的话 那么其实它还是输的 但是Mercedes-Benz一直追求的 都不是这个 尤其是E-Class E-Class要给的就是一个 很好很平稳的移动过程 很宁静的车试空间 还有高舒适度 这个才是它的最大卖点 这个也是为什么这款车发布之后 马上就可以在马路上看到 而且是很多的那种 我相信未来几年 这款车还会是 Mercedes-Benz的销售主力之一 你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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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